春天容易上火 所谓的上火就是火一般发在头部面部 有的人眼睛发红 有的人会长痘 有的人会牙齦肿痛 有的人会咽喉痛 或者头晕 有一种头昏脑胀很烦热的感觉 这些都是头面上火的情况 可以喝一道散热排折茶 原料逐如三克 陈皮半个 喜欢饮茶的人可以配白茶六克 如果有炎症的人可以配鱼心草 将逐如陈皮用水浸泡 冷水下锅 煮开后再煮十分钟左右关火 滤出茶汁 冲泡白茶或鱼心草茶 这杯茶适合内热重的人 可以散热排折清理头目 如果把这杯茶的原料再加上残杀 那就是退烧茶 用量可以增加 这道散热排折茶也有化痰止咳的作用 如果您在冬天感冒发热之后 留下一点咳嗽的尾巴 喝这道茶很合适 如果每年夏天 喝姜枣茶会感觉上火的人 可以在春天提前喝这道茶饮 来轻轻内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